现代奥林匹克之父 皮埃尔德·顾拜旦曾任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 并设计了奥运会会徽、奥运会会旗 由于他对奥林匹克不朽的功绩被国际上誉为奥林匹克之父 1888年5月 顾拜旦针对学生学业过劳提出唯一解决的办法是叫孩子们游戏 1889年5月他利用万国博览会召开体育会议和学生运动会 1892年他呼吁复兴奥林匹克运动 之后于1894年6月成立了奥林匹克委员会 并于1896年在雅典召开了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 顾拜旦的一声光辉而伟大 是世界著名的国际体育活动家、教育学家和历史学家